弟子的儿子两岁多 在今年中被诊断了有血癌 目前正在接受化疗 请问是除了念经放生吃素之外 我们身为父母的 还必须要做些什么 才能使这个小生命 顺顺利利完成治疗 这个事情呢 父母 如果真正懂得 断卧修善 吉共雷德 发愿混乡 确实会有效果 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 那是儿女为父母发愿 能够收到不可思议的效果 同样一个道具 父母 父母 但是这个小孩来到这个世间 时间虽然短俗 他度了父母 度了他一家人 往年有这么一桩故事 佛家讲公安 我们一般人讲故事 这是事实 我记不得是哪一年 农一年 过一年的时候 初一夜 真月初一夜 韩冠章 就是在这个除夕的晚上 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呢 非常非常清楚 梦到一个小女孩 要韩馆长救她 她说 她死得很凄惨 小女孩 不是做梦 是打电话 确实是 我记得很清楚 这个初一 大概早晨八点钟 电话铃响了 观战的时候 接到这个电话 就听到一个小孩在哭 求救 真月初一夜 第一通电话 遇到这个样子 馆长心里也很不高兴 这是哪种 物作剧开玩笑 我电话挂到了 过了几分钟 电话铃又响了 她儿子姐 她儿子一听 给馆长讲 他说不对 这是小孩的声音 好像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孩 而观战就觉得 注意到这个事情 求帮助 他死得很惨 那么这个事情过了之后 观战就到图书馆 一到图书馆 就有一位居士 是一个老同修 领他一到来的 已经在那里等候 观战问他什么事情 他有一个女儿 车祸死的 车祸死的 那观战立刻就想起来 他说你的女儿是不是十一二岁了 那他说是 观战想起来 刚才那个电话 鬼打的都是人打的 立刻就想到了 帮助他 立刻给他设牌位 所以观战问我 他说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 我说你是观战 你有权啊 他当然不找别人 找别人没有用数 只有找你 给他理了白位 造成给他送金 那么因为这个事情 他们全家都学佛 这是来祝他全家的 所以 这个都是过去 过去身中的善知识 他是来实现的 他是由所为而来的 他的这个故事 全家人学佛了 这个邻居朋友也学佛了 连这些小朋友的老师同学们 也都学佛了 这个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 善有啊 这华语经理们讲的善有 一定要发运回响 来帮助他 这是应当要做的 你们做父母 能够诚心希望 佛菩萨能帮助小孩 顺利度过难关 给他一个真诚的机会 你们应当像佛经上所说的 发大笑 通常 像过去 我们在台中修学的时候 李老师 你年岁大了 看人看多了 经验很丰富 我们同学当中 有一些 这个命向很薄 那就是不大没有佛报 而且是短命 寿命不长 李老师遇到这些同学呢 都劝他 发心出来讲经 讲经红法 在事法 佛法里面来说 都是第一等的大功德 如果真正发心 红法 绝不用这个 来作为 求明文立扬的手段 这个人的命运 转得就很快 确确实实 像佛门当中常说的 有求必应 求富贵得富贵 求长寿得长寿 真正发心去做 不求感应 也自然现行 这些事情 我们过去经历很多 是真实 绝对不是万 超级的世界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猜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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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